为防止境外输入的新冠肺炎病例 北京市启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以下简称新国展 作为首都机场全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 路径旅客的转业集散点 3月23日晚 记得来到新国展实际探访 走进新国展 祖国陪你共度难关 欢迎回家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 等标语随处可见 等候大厅内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 有的负责指引旅客 有的背着喷雾气进行消杀作业 正值北京市长安区服务点的交接班时间 几名工作人员将防务服穿戴整齐后 进入工作区域 开始12小时的夜班工作 这里分为几个区域吧 首先是前台登记区域 前台登记区域这一块呢 是这个对外籍人士的前台登记 我们设立了包括日语 英语 韩语 还有俄语 等重要语种的一些 这个志愿者的工作人员 来进行系统的路路 在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的中文的区域 据介绍 为最大限度避免人员聚集 朝阳区将登记程序前移 安排专班工作人员到等候大厅 告知旅客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张晓琳主要负责韩语前台登记 3月10日便来到新国展 除了路路旅客信息 她还要耐心解答旅客提出的各种问题 从19号我们这个新政策 需要去集中酒店隔离的时候 他们咨询的这个比较多 什么情况我可以选择在居家隔离 还有的就是担心的是 我们再回家了以后 这段时间我们吃饭 我不能出门吃饭呀 还有我们买东西怎么办 这种我们都给他们解答了 因为工作连续早出晚归 让张晓琳无暇欣赏北京的春景 虽然有点遗憾 但每当听到旅客称赞中国的防疫举措 她心中无比自豪 有的时候会遇到好多人 其实挺理解我们的 就会他们说 我走过了好几个国家 我还是觉得你们中国采取的措施最好 每当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王毅负责现场的车辆调度 旅客登记完信息 便可拿着乘车卡和派车单 找他协调运送车辆 不大的工作区域 王毅的马拉松现场 工作强度大的时候 他一天能走两万七千多步 对 最高的时候 上周日是一千零三十六人吧 应该是 那时候工作量很大 我们在这里 当时那天我走了 可能两万七千多步 就是因为每次来 就要介绍情况询问 然后再说调度车辆 就是时间长了嘛 说的就啥 在长阳区服务点后方有一份登记表 上面统计了三月十日以来 长阳区路径人员情况 此前相关部门发布公告 三月二十三日零时起 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 军区从12个指定第一路径点路径 新政的实施 使新国展专班工作人员工作强度的时间发生变化 我们白天一共是142人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工作量应该在600左右 这样的好度新政实施以后 我们夜边的肯定是这个这个人流 肯定是能够上来 我们的工作量会加大 我在这个交边之前也跟咱们每个同志都已经做了动员了 今天晚上可能要奋战一夜 据介绍 自三月十日以来 北京市长阳区服务点共登记6177人 约占北京市入境总人数的40% 其中居家观察3526人 集中观察2606人 商务活动45人 我们这些天 我们占全北京入境人数的大约是40%左右 我们最多的一天 接待的这个入境的占到全市的50% 占到50% 所以说朝阳我们这个阵地守住 实际上对北京守住这个阵地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张珠华说 每班次12个小时的高墙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专班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 助劳抗疫防线 阵地第五年 四年 四年 四年